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弟妹们 大家平安 平安 平安 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啊 当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祢在天上 不但谁看我们 也追听 我们的祷告以及我们的圆弹 主啊 我们求祢这个时候用祢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当我们活在这个 复杂 充满灾祸 罪恶的世界里头 主啊 祢叫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 晓得怎么样 仰望祢 现在我们要来看诗篇 的信息 主啊 祢借着这些经文 教导我们的心 使我们有所改变 祷告奉耶稣人民 阿们 今天讲一个题目 是很难的题目 对 解禁的人也是很难的 咒诅二人可以吗 你们说可以吗 如果你想咒诅就可以 不想咒诅 我们知道诗篇是 送赞 讲到赞美 这个也是我们 教会 今年的一个词 我们读诗篇的时候 可以看到 很多安慰的诗篇 我欢迎 描述上帝 属性的诗篇 还以为些 赞美 他的诗篇 甚至有些诗篇是描述 上帝 历史的作为 怎么卷选 以色列人 怎么引导他们进入江南 但是 我们偶然会碰到一些诗篇 我叫它叫 咒诅诗篇 可能你读篇的时候 一定会看到 这些 咒诅诗篇 所以在诗篇的分类里头 除了那些 赞美 神 刚才你们唱的那首诗歌 是很典型的一个赞美的 诗歌的表达 但是 有一些诗篇 我们称它为 咒诅诗篇 Inprecatory sounds 这些诗歌的诗篇 大概有104句那么多 所以也不少 所谓咒诅 就是 诗人 愿神 审判 和惩罚 把病犯 痛苦 绝望 毁灭等 灾窩 降在他们的身上 而这样的诗篇 是蛮严厉的 跟 我们读的时候 是再来说 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些窦赌诗篇 实在是一种非常严厉 那些语言词 非常厉害 的 一些诗篇的表达 要怎么去理解这些诗篇呢 怎么诗篇赞美里头 隐含了这一类的经文 我们喜欢赞美 我们喜欢 讲爱 讲怜悯 咒诅人 基督徒通常都不教导 我记得大概 大概七八年前吧 大概更早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大选 美国大选 我就看到前面两车 它有一个叫做 Bumper Sticker 那个叫什么 Bumper Sticker 就是连在那个 车后 不是有一个 标凹 因为那时候选举嘛 我记得是 欧巴马跟 Mid Romney的那个竞选动作 的时候 我就看到 前面有辆车 他说 欧巴马 Pumper Stick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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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支持欧巴马的 欧巴马 诗篇109 第六节 我想这个大概是支持欧巴马的 但是 我就导致很想兴趣到底诗篇109是什么诗篇 你不想知道109是什么诗篇 我们来看 诗篇109 是我们在咒诅诗篇里头最灵力的一篇诗篇 可见他不是要支持欧巴马的 他就引用了第六节 我看第六节的时候 诗篇109第六节说 愿你派一个恶人挟持他 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 这肯定他不希望欧巴马中选 找一个人跟他 跟他对头 夹着他 这是 一方面 我还蛮有意思 我还很少看见 一个人引用咒诅诗篇来 应用在 现实的生活里头 109啊 诗篇109是 整本圣经里头 论咒诅恶人最 严厉的一篇诗篇 明白吗 如果什么人 我不是鼓励你说以后 我不喜欢的人 他生日的时候 我写一个卡片给他 祝你生日快乐 请参考诗篇一类诗 这篇诗篇 其实 寿主诗篇是在所有 圣经学的 很challenging的 一个 类 类型 category 因为 他 谈咒诅这个问题 基督徒怎么咒诅呢 这个就牵涉到非常多方面 本来这个题目我不想那么快讲 但是 有感动我就讲了 这个礼拜天 好不好 你慢慢听 我慢慢讲 不过你还要 不明白你再回去听这个录音带 因为里头有蛮多很重要的诗节 东西要process 你看这些我没有把全 天诗篇因为他有30一节那么长 所以我就挑选了一段 从这个欧巴马 诗篇 109第6节开始 他说愿你派一个恶人挟着他 是恶人 来扣着你 派一个对头 站在他右边 他受审判的时候 愿他出来 担当罪名 一说 一天他被受审判 他一定是被禁罪 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 一说 就算他去祷告 每一个祷告 都是 他罪恶的 一说你越祷告越多 你的罪越重 所以一说 恶人在这个情况 连他的祷告都是有问题 蛮严厉的 蛮严厉的 而愿他的年日短少 那个就很厉害了 假的话说愿他短命 你说摩西说一个人 大概就是70岁 对不对 长80岁 最好他35岁就好了 愿他短命 愿别人得了他的职份 意思说愿 人可以把他的 职份 占有 第九诀跟严列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 意思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你死掉 你只有死掉 你的儿女才成为孤儿 你的妻子成为寡妇 孤儿 还不够啊 第十节说愿他的儿女 漂流逃犯 从他们荒凉 自出 出来求食 他不但死 而且他的儿女 成为孤儿 他的妻子成为寡妇 都成为非常贫穷的人 没有人照顾 最后只能出来逃犯 那就是非常可怜的 在孤儿 然后连家都没有 住在哪里 就是住在那些荒野 常常出来讨试 然后又回去住在这些 沙漠 旷野的山洞里 愿强暴的债主 有牢笼 他一些所有的 意思说 他们欠债 然后那些债主不放过他们 所以不要随便用 Credit card 你明白吗 还是如果用太多借钱 人家来 这个 这个 Credit人 都不放过 愿外人 抢他 劳碌得来 愿无人向他 延连施恩 愿无人 可怜他的无人 愿他的 后人 断绝 名字被 涂摸 不团也 瞎 但 意思说基本上是 不但断子 结孙 而且连自己的名字 也 不止存有 所以 这里的描写 尤其是 从圣经时代 那个背景 也是非常非常 典力的一种表达 这些所谓咒诅诗篇 大概 有很多我讲了104节经文那么多 这是109 一个代表性的诗篇 讲到 诗人对二人的咒识 诗人对二人的咒识 诗人赞美神 我们很容易理解 诗人去描述上帝 这个也很容易了解 所以在诗人的描述里头 他通常讲到 上帝何等伟大 第二讲到上帝的作为 何等的奇妙 所以我们赞美 但是在世纪的人生里头 你发现 你不是天天唱藏脸 你也不是天天过平顺的日子 在我们的教导里头 我常常在我的信心里头 有时候只讲 有时候 按讲 都鼓励弟兄姐妹 因为你要做一个义人 我们基督徒不怕恶人 也不怕世界的邪恶 我们最怕的就是 自己变得腐败 这世界充满挑战 世界充满的问题 是一个腐败的世界 也说这些威胁我们 使我们感到害怕 但是 我们要记得 他要做神 我们还是可以坚持 要做一个义人 不要因为 腐败 我们就变成 一个腐败的人 也不要因为世界的邪恶 我们就像他们一样的邪恶 但是你来到 咒主诗天的时候 为什么诗人 竟然咒主的人呢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 咒主诗篇 的时候 他 也不是 只一般的人 他是讲到恶人 是这些恶人受咒主 那在他谈到恶人的时候 我们要 想一想 谁是恶人 Who are the wicked 谁是坏人 谁是恶人 那我们给恶人下定义的时候要 很小心 因为 我们不能够随便把一个人当作恶人 那在我们交往的 社区 圈子里头 我们 有朋友 也有一些人 是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我的 甚至有些人 甚至有些人是反对我的 不同意见 甚至有些人他 做了一些事情伤害我的 那甚至在教会里头这些事情都常常发生 这个就是 在 教会里头 的一个 所谓 人事的问题 这非常的普遍 你不管去哪一个教会 基本上 差不了多少 有一次有一个 人 问我说 牧师啊 这个人是恶人吗 因为在他的眼中 这个人真的是很坏蛋 所以他也搞麻烦 我刚好也认识这个人 我说他不是恶人 他不是恶人 因为 因为你不同意见 跟我不同 你就是恶人 或者你讲一些话 障害我也是恶人 这些人 如果当作恶人的话 要 被 咒诅受审判的话 你发现我们教会 一下子明天就少了一半的人 因为 我们总是 我得罪你今天 那明天你得罪我 这个事情是 很普遍 对不对 那这里所讲的恶人 不如是这些所谓 人事 一些不协调 或者是 事工方面 各方面的冲突 甚至 喜不喜欢 这样的情况里头 的一些人 这些人我们得 多说 他是我的对头 对不对 Rival 要是我竞争的 或者是 不同意我的 不喜欢我的 但是他不是恶人 你不可能说 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 同样我也不会说 喜欢每个人 那我们尽量学习 喜欢每个人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读圣经的理解 我觉得上帝 第一个给我们的直接感觉说 Trust everybody you meet 你明白意思吗 凡是你意见的人 你第一个给他的印象说 我是相信你 你不要说我在街上碰见一个人说 我第一个感觉说 我不相信你 你明白吗 这个不是上帝的脚 谁要我们相信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 直到 他的作为 他的表现 他的圆坛 使我不再相信他 明白我再这样子吗 我不相信你是因为你 证明 你是一个 不可相信的人 我才不相信你 但是只要你没有 没有进入这个范围 我还是相信 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我们就很多朋友 但是这里所讲的恶人不是一般的对头 也不是一般关系不好 的人 他而是知道 在圣经里头 讲到一种恶人 那在 查到圣经的时候你发觉他 通常有几道 四类的人 就是随 配受咒诅 第1个就是 神的仇敌 Enemy of God 就是上帝的仇敌 这些人 非常骄傲 又无比的愚昧 他们否认上帝 敌对上帝 凡是上帝的事情 他都跟你 对上帝 做法 做对 看剧 忽敏 就是 毁霸 神的 敌人 对敌对上帝的人 有些人说 我不相信上帝 不相信上帝 也当时 在概念上 敌对他 但你不一定是说 很坏的行为 去敌对上帝 第二种人 我们叫做以色列的仇敌 因为诗篇 牵涉到以色列人 以色列 成为 作为一个民族 他有 他的仇敌 这仇敌 他们天天都在想 我怎么样毁灭你 这些人就变成 以色列的仇敌 第三种叫做诗人的仇敌 因为在咒诅诗篇里头 一般上都没有 特别的命名说 谁写的 但是这些诗人 他面对着朝义处境 对他们来说 这些人是 他的仇敌 第四 恶人败坏者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咒诅诗篇的恶人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是非常一致性的看见 这些人的败坏 是他们 不是一人 他们是极其败坏的人 他们 亵渎上帝 他们要 破坏神的工作 他们说 他们要 毁灭上帝的子民 他们要侵犯 这些死守圣经 原则的义人 这些人在道 没有道德 这些人 没有原则 这些人 没有怜悯 爱心 可是 这诗篇是讲到这样的一种人 而这些人成为 咒诅诗篇的对象 所以在历史中 在今天 从前的 处境里头 我们会 发现世界的确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 而且这些人会侵犯你 会逼迫你 他要 残杀你 甚至毁灭你的灵魂 所以这样的人 在诗篇里头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头 我们是常常看得见的 这些 是 配受受主的 恶人 而如果上帝的子民 经历这样的一种 侵害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样 回应 反应这样的一种 威胁 这些人 如果在平常的日子 我们就很容易 去 知道 这么回应这些人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那我们都爱你 彼此相爱你 既然这种环境 是比较理想 也是比较好的一面 但是如果 在人生历史里头 出现很极端的 侵害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回应 咒诅诗篇就反映着这一面 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你就报仇嘛 别人对你不好 人的想法就是 我来报仇 你们喜欢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吗 我是不看 但是我小时候 有人看过 蛮精彩 这武侠小说 蛮精彩 但是 因为写得非常的 知道把它写得非常的细 那武侠小说 他基本上是 讲到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 儿人 就把一个人杀了 就跑掉了 然后 这个受害者 他的 孩子 他的儿子 当然很伤心 爸爸被杀了 他就说 哎呀 我要去报仇 那你要报仇 也不是说去报仇 就能够报仇 你必须 你必须要上山去找一个好的师父 对不对 学些学招 十年后 你就下山 来下山时候 找到那敌人 就把他干掉 有仇 不报 非信者 这是第一题的结束 你也不是说故事就这么结束 因为那一个被杀人的儿子也很伤心 所以他又上山去找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师父 十年之后又下来就把那个人杀了 这是第二题的结束 当然故事很精彩 我只是把他剪刮 也不是结束了 因为他的儿子也很伤心 又上山去 所以写五下小说蛮容易的 也就是根据一个有仇不报 对君子的原则 可以一级一起写下去 那我们这些傻瓜就一本一本嘛 而且很精彩 我记得以前我在 费城查经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姐妹 来的 他爸爸是写五下小说 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 写五下小说其实是很 费销的 卖得很好 所以有一次他跟他爸爸说 爸爸我今天没有学费 要交学费没有学费 他爸爸说你去去去去 上课不要担心 他就开始 写五下小说 然后 明天就有稿费就可以交学费 我下小说很简单 你就是有仇报仇报仇 所以我有时候也蛮同情 这些习五下小说 因为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结束 你明白吗 因为每个人都要报仇嘛 他只能够写写下去 但不知道怎么结束 所以 你知道 其实要结束一个很好的PG 你知道这怎么吗 带他一个儿子信耶稣就解决了吗 因为他学到设计 不写了 就不上山去练过 所以当你觉得有人侵犯你的时候 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要对付 你对我这样 我就对你 所以你就听见那个 乙眼还眼 乙牙 最近 好像打猫鱼蛋也拿来用 这个跟猫鱼蛋没有关系 你怎么对我也怎么对你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 脚还脚 记得这个 在这个 报仇被解决问题吗 报仇就像写五下小说 No end 一人永远在这个仇恨的 陷阱里头 打滚 那 赌主 二人呢 是不是有类似的一种 群绪的表达 这个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经文时候最最最难的一点 要怎么去看这一个事情 那赌主二人符合伦理吗 这是我们 圣经的教导 也是上帝对我们 这一般基督徒的教导 肯定不是 他不是 因为耶稣 曾经对门徒说 你们今天有话说 当爱你的 灵舍 恨你的仇敌 看到吗 只是一般人 可以做得到 Love my neighbor hit my enemy 我们很容易做这个事情 一般人都是这样讲 但是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 要 爱你的仇敌 你不但要爱你的 灵舍 你要爱你的 仇敌 因为你的爱是 一致 而且能够应付 邪恶的 如果我们的爱 只能够应付 那些爱我们的人 这个爱 太软 太不足够 也不现实 我们的爱是能够 应付 邪恶 应付 克服 那些 敌对的势力 所以耶稣说 你要 爱你的仇敌 为那 避 避拨你们的祷告 这句话 大家都知道 大家也听过 比如说 我们能够做到 耶稣这里的教导 其实我们真的是他的门徒 这是我们一般上的理解 是耶稣的教导 既然耶稣这样教导 爱我们的仇敌 那我们怎么做主他呢 是不是有矛盾呢 是不是 以我们的信仰 跟 道德概念 冲突呢 冲突呢 那这边有一个学者 Nancy Diklas Wolf Fort 这个人 我把他翻成 迪南西 这个人 那你注意他讲的话 这是我的翻译 是英文的 我把他翻译 应该是 表达他的意思 你注意他说 我们不能修改 或淡化 咒诅诗篇的教导 因为咒诅诗篇 这样的表达 所以很多 研究圣经的人说 这个不属于圣经 这个应该要把它改一下 改到soft一点 不要那么强 要把基督教那个 爱敌人的概念 来处理 因为一切有人这样 要把咒诅诗篇从圣经 把它删除掉 他说不能这样做 他说因为咒诅是诗人向神 所倾诉的祷告 在极端痛苦和 绝望之时 他希望神能 研法恶人 每一篇诗篇都是受害者 从内心所 祈愿的诗歌 他祈愿神 审判二人 彰显功业 所以意思说 根据他的理解 就是说 这个诗人是落在一个非常 水深火入的一种 逼迫 跟痛苦当中 因为这个二人造成的 那这一个情况里头 你发觉这个人基本上就要毁灭你 毁你的身体 思想跟平衡 那你要怎么回应他呢 你说我爱你 爱仇敌 这个已经不在那一个范围内 已经不是用爱来被解决这个人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极端痛苦绝望的时候 你想他们在 上帝面前的祷告 你天天为这个人祝福吗 因为这个人 他蒙古的可能性 可能在上帝的旨意里头已经不存在 所以我就想到在二次世界大战那些在集中营的犹太人 你想这些犹太人 会 天天 在上帝那边 全会 希特勒的平安 祷告吗 他会吗 那他肯定不会 因为他 把他们送进这些赌气堂 他们 完全去要消灭这个民族 他们不可能在上帝的面前 主啊你要爱 这一个人 你要祝福他 你要使他强盛 因为他越强盛 他就越邪恶 他越聪明 他就越有办法 毁灭人 他可以造成世界最大的问题 所以 宙子诗篇大概是在这样的情况里头出现的诗篇 不是我们一般生活上的情况 因为当一个人 当你绝望的时候 你要看见一样的事情 就是要看见上帝公义的场景 因为你无能为力 你的敌人势力太强了 他可以吞灭你 他可以毁灭你 不再毁灭你 他可以毁你的后代 所以他们那种 可目公义彰显 二人 受审判这个医院 就佛陷在他们的祷告里 所以宗主诗篇不是一般的祷告 我从来没有在 参加祷告会 教会祷告会 这么多年 我从没有看过一个人 在那边 用祷告诗篇来 做公道 从来没有看见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在一般的情况 所以 看奏主诗篇的时候 一定要理解 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会问 世界有公义吗 到底世界有公义吗 如果你不问是因为今天 你没有 没有别人不公平对待 你就不问 当你一被 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你就会说 世界有公义 这个人做了这些事情 他是不是也在得到审判 对这个公义的概念是很重要 如果今天世界没有公义 因为公义没有彰显 而且 罪恶没有被控制 你发现这世界越来越腐败 几乎到了挪亚那个时代 上帝要消灭 所以宗主诗篇是说明神公义的彰显 让人知道 恶人必有 审判 一人必蒙生 故事 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的上帝 没有在这个历史 生活 以及我们的生活里头 彰显他的公义 那世界谁去管 你在美国 你生活 你只要知道 这里 他有公义 的彰显 因为你 犯规 警察会给你罚贷 你杀人 人家会追究 会查 所以你一样 这个都要得到处理 如果一个社会 你一样 不对的事情 没有处理 你累积多 这一个社会 就很难过下去 所以为什么 神对以前说 你在你这个地上里头 不要有一个流行的事情 没有处理 你 你隐藏一个 你就 不单多了一点 如果你太多 最后你发现这个地不能住下去 所以公义一定要处理 所以上帝在这个历史里头 他是彰显公义 所以当世人看见这个罪业 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也无能为力地说 他觉得没有人去处理 这个时候 他只有 到上帝面前 去把这样的一个祈愿 交给上帝 让上帝来 实现这个共义 那另外一个 旧约的 解经家 他讲这句话 Vlog 他讲的言语是 你看他说 我们必须 承认的是 不论在圣经上 或在历史上来说 在基督教伦理中 审判 独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这个审判 当然 不是以 报复的原则为基础 而是以 神的公义为基础 在我们的信仰里头 我们花很多时间讲爱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爱 你讲爱 比较容易接受 你从爱的角度去 跟人谈口音 把人家容易接受 如果你一碰遍人 就说 你有罪 上帝要审判你 看谁信主 没有人要信主 因为人不喜欢你被得罪 人喜欢你来 鼓励我 不要指出我的问题 我们这样做有好处有坏处 好处就是说 我们 容易带些人 坏处就是说 如果以后跟进 我们不谈 上帝的公义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大群 对真理 一直犯罪的人 所以 波罗讲的 是很重要 就是说 上帝的公义 其实是蛮重要 所以在我们的福音信息里头 耶稣讲 耶稣是爱 但是耶稣也是公义 上帝是爱 圣也是公义 但是他怎么平衡 这两个 如果爱没有公义来平衡 那种叫做逆爱 那种泛满的爱 那种很广的爱 所以 爱必须有公义来平衡 但是公义如果没有爱来 邪调 那个公义又太僵化了 太严厉了 那实在不能够靠近上帝 所以公义跟爱 这个是我们 基督教一个最宝贝的一个遗产性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走进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发觉 我们可以 让人觉得 你这个人蛮有爱心 但是从此也感觉 你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你不是一个脸罪恶 黑白都不能够分别的人 所以公义爱 这两个 的平衡 所以宙子诗篇所强调的是那个神公义的一些基础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昨天晚上 刚好我在女儿的家 她就来 她说 我有一个测试给大家做 我都忘记那个测试是什么 测试你的 个性的特点 你是外相还是内相 这样的一种个性的特点 大概有九种吧 我都忘记了 大概是 大概 还不到一百题的问题 很简单 我就 回想到有一题问题 那个问题说 我都忘记 我要讲什么 她说 你是比较 怜悯式的 还是 比较共义式的 她问我 这一个问题 这个那个 两个都对 但是她说 你是比较倾向哪一个 你们 你们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 你觉得我很公义啊 我感觉你站在好久想想想 这对佛也很关 但是我也是有怜悯 你看我不怜悯吗 电容给你 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 她怎么选 我就选一个 都忘记选哪一个 我觉得基督徒 应该 你两个都可以选 但是 因为个性的 因素有时候人偏这样 多一点 这边偏这样多一点 比如说 爸爸妈妈 两个来说 你说 哪一个人 比较严 谁 爸爸是妈妈 爸爸 比较慈爱 谁 妈妈 所以你看 妈妈比较慈爱 所以母亲节 两天就纪念妈妈 父亲节 没有纪念 两个都很重要 但是来到讲到审判的时候 有没有审判 一种点 有没有审判 有 如果人做错事情 你没有审判 这个世界没有公义 如果在社会里头 如果在社会里头 有一个人杀了一个人 如果没有审判他 那他基本上就逃 逃过 以后他又再杀一个 那些二人看见 杀人都没有审判 他已经学 这意思是 如果你 罪恶没有得到处理 没有得到疼恨 这个罪恶会蔓延 扩大 以后人就很难生活下去 所以审判在于神 但是当一个事情 发生的时候 尤其发生在我们 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你发现 我们第一个冲动就是说 我要对付你 你打我 我也打你 你咒识我 我也咒识你 你希望我的儿子 考试不及格 我希望你的女儿 嫁不出去 怎么样 你丢 鸡蛋我丢石头 所以你发现人 基本上一个 最严实的冲动 就是 Revenge 报复 有仇 不报备 军事 这句话有问题的 这句话有问题的 你不做这个事情 你不是人 你这个有问题 那good人 在中国 君子这个就是 good character 你不做这个事情 你还不是一个good man 这个教导肯定有问题 你以恶报复 在圣经当时 所以意思说 当这个 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里头 如果 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们身上 比如说一个人 被杀死了 他家人 半分就是这种 包袱的 心里很强 所以在以色列 有逃成这个事情 所以上帝是逃成其中 总一个就是他不要让受害者 亲自来 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 你是受害者 的家人 所以你那个 报复的心里很强 你就追他 还能把他杀掉 但是问题说 他 他不一定有罪 他可能是 某些因素 有些情况 所以意思说在圣经里头 上帝很严厉的禁止 我们 亲自动手 上帝不允许我们亲自动手 所以保罗在这个事情上 他做了一个 说话 他说亲爱的弟兄 不要 自己 神 Don't do it yourself 为什么不做 因为 因为 你不是公义的 我没有个人是公义 我没有个人是完全客观 当我做的时候 我会做错 你做错 那你不是做错 人家又回来找你吗 所以 自 你 让父 让父 不是说 算吗 不是 让父说 你站 回来 你在等 看 上帝怎么处理 这是让父的意思 让父给谁 让父给 神 你自己明白 你让父给神 听评主怒 因为经常说 主说 神 焉 在我 我 所以来到审判 的事情的时候 圣经 非常清楚讲到 审判 不是你的事情 哪有必要审 是 上阶的事情 我感谢主 因为他 把这个界限分开 如果每个人都去做 我告诉你世界 一样邪恶 教会一样邪恶 基督徒一样邪恶 因为你会做 许多的事情 你到一个没有界限 所以上帝 不允许我们 自己动手 他说 论到什么安 It's my 是我的事 在保罗讲这句话 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跟约书 是不是 我不动手 让上帝 那上帝怎么去 处理这个事情 你说 凭信心 这个 凭信心这句话 是很抽象 怎么叫凭信心 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发觉 一个 事情上帝怎么处理 上帝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 他自然的 方法 一个就是 他亲身的介入 那自然的方法 是怎么样 去看见呢 那我这边就举到 几个定律 一个叫做 杀走和收割的定律 加拿大书说 不要自躯 神是 请满顾的 你说你一定要相信 上帝 是对的 他会做的 然后下面说 然后下面说 人种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这个 common sense 对不对 如果你种苹果就 有苹果 你种麦就 有麦 你种葡萄 就是葡萄 所以这个 种什么 收什么 其实讲到 一个 报应的原则 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 我做坏事 你就等 有一天 那不过我就出现在这个身上 这是自然的 所以我们 谨慎不犯罪 其中一个很原因 everything we do 我们所讲的话 我们所做的事情 如果是 罪是不好的 有一天 这些恶果会回来 我不需要惊讶的 因为上帝已经跟我们家 很容易理解 你回到看世界上 很多的事情 就是人种什么就 瘦什么 另外一个叫做挖坑和 混石头的几率 那是在真言书 挖 现坑的 自己被吊在其中 如果我在这边挖一个坑 挖坑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要害人 使你吊在里头 这个人就挖坑的目的是这个 不是要种什么树啊 他是说 我要吃那个陷阱来害 人的时候 你发现有一天 是你自己叫在里头 这个就是人种什么就 还有一个是滚石头 滚石头 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滚石头怎么被石头反滚 是怎么滚啊 在什么前光滚 你只有在山坡滚 你明白吗 如果这个山坡你滚石头 你滚就滚 因为滚到一个 斜度一个高度那个石头的力量就会大过你的力量 他就会 这个是一个定律 所以种什么 跟挖坑还有滚石头 是一个 自然的力量 所以上帝怎么审判人 这个就是什么 有些说哎呀喝酒没有问题 喝酒 是没有问题 当然你喝多了 你就会醉嘛 你醉了你去开车 你就意外 这个就是 人喝什么就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我去犯罪 没有问题 你每一样事情 你一度会给带人自己的一种惨害 所以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律法 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习 在这个规范里头 谨慎自己 诗篇 他说 这也是以咒诅诗篇 他说 他挖了坑 又挖深了井 掉在自己所挖的 县 井里 他的毒害 被淋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 遇落在他自己的脑袋上 所以描述了这一个 你知道罪恶 有点罪恶 你到底是什么 很小的事情 都会迎来很大的一些问题 所以世人发出咒诅 乃是站在神的角度 祈求神 实现公义的审判 所以世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想一方面也是他心中的 祈愿 他祈愿 是不是上帝就实现呢 你知道 是不是说一个人祷告上帝就会实现呢 这个是常常的 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上帝就实现了 但是在诗篇里头 世人其实他不是表达自己的心意 他是表达那个上帝审判恶人的心意 如果是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步的时候 你就算不祷告上帝也会做这种事情 他也会审判 所以世人实在是符合上帝的知意 所以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他也由教导门徒朝这条路线走 我们祷告是按照我的需要去祷告 按照我的期望去祷告 还是按照上帝的 心愿期望祷告 这很不一样 所以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那是他自己的实现 恶人不但敌对义人 他也敌对神 因此缘故敌对恶人 世人的恶人也变成敌对 神的恶人 大卫曾经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耶和华以我相争的 求你以他相争 以我相争的求你 与他们相争 大卫 你 大卫怎么会这样讲呢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大卫知道 我是待在上帝这一边的 如果我不待在上帝这一边 那你是待在自己 你自己负责 但是大卫说 我是待在上帝这一边 如果你跟我作对 你就是跟 我那个背后老板作对 你以我相争 就是跟我背后 所以意思说 我们站在哪一个点 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事情 在信仰上 所以他相信 上帝是工业 这个工业 上帝处理这个世界罪恶 一人见仇敌遭报 就欢喜 你看这些二人 被上帝审判 他很高兴 要在二人的血中洗脚 这什么血中洗脚 这个字 这个字比喻 就是说 那个二人死的很多啊 你走过去的时候 好像脚有 血就成为洗脚 听起来 这样很血淋漓的一种表达 一种表达 意识人 必说 义人 却被破坏 倾倒 你仇敌 跌倒 你不要欢喜 他 倾倒 你心 不要快乐 正眼又讲 如果你仇敌跌倒 你不要高兴 那他是整一般的情况来讲 你要爱你的仇敌 明白意思吗 如果他跌倒 你会说 哎呀 哈利路亚 我们来组织示范 唱几首歌 一定不是这个 他说你不要欢喜 为什么你 如果你暴躁 这样的态度去看你所谓的 那个对头 是有麻烦的 因为他不是属于那一位 要被咒语的儿 所以正眼才说 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行 约将怒气从头底的圣诞转过来 所以上帝还是要我们做个良善的人 在原则上 只会在极端的情况上 那这边我要有点转换了 是不是咒语诗篇 这人就 就充满了仇恨呢 不是的 咒语文很严厉 但是这个人 还是很好 你明白意思吗 他说至于我 我要求告神 耶和华必拯救我 神啊 你必使恶人 下入灭亡的坑 流人血 行诡诈的人 必 我不到犯事 犯我要你同 这边有两个字 一个叫做 至于我 但我 罰 爱 as for me 意思说 你看 要人很坏 但是我不能够跟你养坏 养结 我 至于我 我要 要什么呢 我要信靠谱的神 因为只有信靠你的上帝 我可以维持我一个良善的品格 熬成一个好的心态 所以我在这边就 讲了六个健全的心态 这是在咒诅诗篇里头 虽然世人发出咒诅 你发现 他的心态很好 你明白意思吗 他可以咒诅表达上帝 他内容 变得很严密 但是他的 他的 是好的 心态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一样事情 不要允许我们变成一个 邪恶的人 心态有问题的人 所以在咒诅诗篇里头 我就 看见六个 他们那种健康的心态 相信神必拯救 他脱离二人 他专心祈祷 祈求神的带领 他有为神 受苦的心思 所以当我们受逼迫 受残害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本钱 不是要变成他们将用 乙儿来报 我们最大的本钱 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信仰 而且在上帝的遮盖里头 我们 选择到上帝 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也可以接受这样的精力 来培养我们的个性 他可以以神为的 保持一个健康的心灵 所以在每一天遭遇不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不要忘记 我要 维持一个 健康的心 不要有嫉妒 也不要有仇恨 也 保持一个 坚实行善不足的事 学习谦卑 知道自己有软弱的意愿 所以这个是在 在咒诅诗篇里头 我们看见 虽然是咒诅 但是也是 有一个好的 本性 最可怕的 就是失去我们 自己 一个良善的 上帝给我们的本性 如果 咒诅诗篇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 每一首大部分的咒诅诗篇 不是以咒诅结书 是以赞美作结书 真的很特别 你今天咒诅了 但是最后 不知道 哎呀 他最好死事 死事到死 你不让你知道话 你是勇敢 我看那个109 30节说 我要用口 极力称赞与佛 我要在众人中间 赞美他 看见没有 所以赞美是什么意思 赞美 上帝就是说 你能够胜过世界的 愿意 取求上帝 解决世界的 罪的问题 而不是 亲身而为 因为当我亲身而为 的时候 我回到上帝的面前 你怎么要唱赞美事 How do you do that? 你对我不好 我也对付你 然后回到神的殿中 我怎么唱赞美事 不可能 因为因为 我们有个健全的心态 我的诗歌 都是 假的 在兵人 帮助我们 理解 这些 终于 这些重要的真理 我们就一同 在党感 虽然 小徐 经计 文化 有 多大 合 度